大家好,我是河石河地,河石河地 现在时间是上午时间11点30分 然后咱们现在是在大石桥这一块 咱们今天要拍一下人民公园北面的那个碉堡 咱们先从河下沿河的小路走 然后回来的时候再走人民公园那个旁边的那个走廊吧 看一下 那边回来 Sabbath 这个就是人民公园北面的这个碉堡 然后刚开始有一个它是以前在老七中的一棵主营 但是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拍一下这个 然后咱们今天拍一下 这个碉堡其实它是48年的时候 国民党为了阻止咱们解放军解放郑州建的一个碉堡 其实没用过 它有四个设计孔 最早的时候这个从咱们那个大石桥到新冬桥这一块 即使河边有两三个这种碉堡 都是国民党十七阶就是48年左右建立的建的 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阻止解放军进入郑州 然后没等打 国民党全跑了 所以说这个碉堡没用过 它虽然没用过但是也能是也能是一个郑州解放的一个见证吧 它是48年10月22号左右郑州解放吧 我看能力近猜一下吧 我看能力近猜一下吧 然后这个标堡就留了下了 那个 好多人说这上面有有这个枪眼 然后咱们今天 离近猜一下 其实是没有的 可可能会有一点这种 点这种小的水泥的这种破洞 不是枪眼 不是这种这种形式的 然后咱们离近拍一下 它没有这个 它没有 没有用 也就是说 国民党他当时 在这个没有用这个碉堡 打咱们那个解放军 看得到没 这上面没有这种枪眼 这次是咱们离的特别近 我用手都能摸到 这个它是没有用 最早的时候 从那个大石桥 一直到咱们西东桥 这前面就是咱们以前拍的那个 郑州叫做水上漂的 大唐水上餐厅 从大石桥到这一块 有两到三个吧 都是这种碉堡 现在就剩下的一个了 其实这个碉堡确实是没有用 它有四个设计孔 然后咱们从这边能够看到两个 从那边能看到一个 最东面也有一个 它主要是怕解放军从这个 北面打过来 然后 但是国民党让它 解放军刚到郑州吧 一天时间就解放郑州了 他没打起来 就剃成就跑了 咱们从这看得更清楚一点 它是水泥钢筋结构 然后现在咱们上去 这看就是它的那个 另一个设计孔 它四个设计孔 然后这边是鲜水河 然后对面的话 就是咱们那个网友说的那个 防御路 也可以说防御路 也可以说建川路 这个路口 对面有咱们以前拋过的 这个 河南兵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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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